人心保佑 这是台湾的命 全怀人贵心苗宁 这是台湾的命 愿我成功苗的生 这是台湾的命 愿我成功苗的生 无上圣圣微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维琴圣教 一经大学 所有贤士同修代表 今天我们 中午 刚才三点开始 初级班的同修来宣誓典礼 宣誓的意义 第一 向法界宣说 那是要你硬心绝明 仰仗王产老祖天威 农天护法的天威 将各位的心 传达到 无量节以来 你有缘无缘 有情无情的亲人 多生护母他们的心中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再来 将你当下学到 将你所学的 要应用在社会上 应用在住场生活上 来利人 利他 这是本为新圣教的 教育 就是与利他 成佛之道 就是要利他 成圣之道 也是要利他 从来没有说 利己的 可以成道 可以成佛 那是骗人的 所以王产老祖叫我们要利他 先要有利他 你就要学一切法 所以当你 遇到 很多烦恼的时候 你要拿起经文 来找到你的智慧 或是亲朋好友 遇到困难 你也要用手修手学的 来为你的朋友排解 这疑惑 你即是功德无量 你即是利他呀 所以我们为新圣教 我们的教法 就是利他法文 而利他 不简单 你一定要先修一切法 知一切法 你才能利他 否则的话 你要利他是很困难 你要帮他忙 帮不了忙 看在那边 屁屁错 在那边 躺着 不知所措 怎么办 像我们一位 我们的 同修师兄 他是初级班而已 在几年前 出这班而已 他看到他的朋友 突然间倒了 倒了不省人事 在家里要送到医院 可能来不及了 他不送也不行 送也不行 刚好他要去推销 一个小小的家庭用品 看到这样 他一进门的时候 看他家里 右边 就是府边 弄到原来 专墙 拆得不沙沙 糟糕 这个家庭 刚好 这个月令 三杀 三杀 在这个方位 他就进去 他进去了 看到家里的人在哭 那你怎么办 最下那 他就心里很着急 喊老主啊 老主啊 老主啊 你要救救我 因为 我现在遇到了 不懂怎么办 这个主人 是怎么样 你要救救我 他不讲说 老主啊 这个人 怎么样来救救他 结果请老主 救救救他 我们的同修 他讲的也对啊 你救救我 不然我现在 跟他一样没有命啊 哦 他呢 突然间 智慧开楼 到他 走咖 麦阿 去 摸出来 麦阿 摸出来 就 麦提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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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唱歌了,要唱歌也不會唱歌了啦 唱歌就唱歌了,五月一花開五月 五月就五月了嘛 他誤了一花開五月,就發現 要這樣下去撒嬌,出來撒嬌 那時候,奇怪,怎麼來了 這一個智慧,好啊,整個撒嬌,看他精神 結果一陣,撒嬌,整個撒嬌,整個撒嬌 整個撒嬌,整個撒嬌,你要把他撒嬌 救起來了,這話煞 這就是我們會教啊,話煞為權 所以我們學到並不說,有一天我會碰到什麼問題 你會幫你的朋友,來幫忙 有著我們第三屆的大環市,我們一位顧大傑,兩夫妻八十幾歲了 他咧,每到禮拜三就來上課很高興 聽一聽一回去了,第二天又忘了 他就跟老公,老公啊,我昨天書戶交的我都忘掉了咧 他的老公咧,老婆啊,我也都忘光光了咧 然後我們再等下個禮拜三,我們再去好了 而且書包又帶了,又上到,又去 大環市每個禮拜三都來接華 有一天,那時候我們兩岸有相互探親了啦 他就回到他的家鄉 他的家鄉很偏僻,鄉下 一回去咧,因為他有哥哥和弟弟 年紀也都很大咯,快八十咯 一進去咧,哥哥八十幾歲 弟弟也快八十咯,都躺在大廳大堂 全家人在那邊哭 在那邊哭咧,不知道要怎樣 那說了,老祖啊,救救我吧 也是喊救救我吧 我的哥哥弟弟現在這樣,我怎麼救他咧 所以,他就想一想 啊,有咯,你敢來咯 就叫他們全家人來唱老祖戰記 他就一直唱,他剛好帶一片錄音帶回去 就一直唱一直唱,叫家裡的一直來唱 念老祖戰記記四路劇 過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哥哥和那個醒起來了 還沒醒起來以前咧,他問他的家人 你們是不是有砍掉兩棵樹啊 一棵大的,一棵小的 因為有他門口,兩棵大樹 一個比較大的,比較小 兩個人都把它砍掉了 哇呀,這個三撒耶 我們這個富大傑,他從來不管你什麼撒不撒 都沒有在講,突然間聽到師父講三撒咧 三撒最厲害啦,所以他就順口說 啊,這個三撒耶,三撒怎麼辦 要灑淨啊,用第二次洗米水去灑淨啊 然後呢,一直叫家人來唱老祖戰記 啊,過了一個多小時咧 他哥哥,弟弟,兩個都醒起來了 誒,聲音怎麼這麼好聽啊 這首歌,那麼好聽 我一直往很偏僻的荒郊以外 去了我們兄弟 那,走到半路上 有一個老頭子 告訴我說 趕快回去,趕快回去 家裡人很著急,在等你 趕快回去 他就回來了 回來醒過來了 才知道他差點死翹翹啊 哦,那麼村子裡面 就跟我們富大姐很高興很客氣 哎呀,台灣來的菩薩 台灣就來的菩薩 哦,什麼事情都要問他了 嚇得他,第二天 包包的,趕快帶著就回來了 他不敢回去了 他回去了 隔壁村的都會來找他 說他是台灣來的菩薩 你回去可以啊 讓他們供養你啊 不是啊 師父 他們都會問我很多事情 我都不懂 我曾聽過師父講 但是我沒有把它記起來 現在我都漏氣了啦 所以渡到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只有三十六祭 走的上廁 回到台灣來 這次我們自己師兄師姐夫妻 他才告訴我說 哎呀 師父 我從大陸 八年抗戰 和國共打戰 不得已有 好到台灣來 我們也結婚了啦 在這裡 結婚生子 生女 沒有接觸過這種妙法 感到非常的神奇 所以我們的這位 胡大傑同修 他連啊 整個連 都吃羊 抓了就破 剛好一邊 一邊很難看 他輸啊 那我怎麼辦啊 我這給 皮膚病的醫生 也看無效 我到三金總醫院 也看沒有效 我先生的 他的部下也是軍醫 也都看無效 那怎麼辦呢 他查不出原因 那 我說 我查看看 我就用意 幫他算了 啊 你住家前面 有鞭炮 整個連炮 他 才說 啊有啦 過年的時候 我家圍牆 我掉了那個連炮 一個一個 裝飾用的 掛在那邊 就是那個 對啊 你看 有形 事實上 他是無形的力量 不可思議啊 不可思議 所以 我先回去 趕快把它 拆下來 第二次 洗米水 全部把它淨了 淨好了 第二天 起來 就沒有再 漲水炮 漸漸的好 所以 就是 王散老祖 傳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廟法 就是新法呀 這都是利他的 那麼 我們 為什麼要講金剛經 既然我們上《易經》了 為什麼要講金剛經 金剛經和《易經》 是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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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經的內涵 《易經》的內涵 金剛經 就是告訴我們 還沒來世間上以前 佛在大凡天界 告訴所有大眾佛菩薩們 要來世間上 你會遇到的困難 就是金剛經裡面 一一的會告訴 怎麼降虎其心 碰到問題 怎麼降虎其心 那麼《易經》就是 已經 發生了問題 當下 馬上解決的問題 所以《易經》的妙法 和《金剛經》 完全是一內一外 一上一下 一左一右 一前一後 沒有分東與西 沒有分水與氏與氏 所以《金剛經》 它的奧義 非常非常的深奧 我希望我們各位同學們 我們在每個月的第四禮拜天 即使你們沒有回來參與共修 你們也可以在共分室道場 都可以參與共修 你認為師父講的《金剛經》 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我把它拆開來 拆開來和住場生活 何而為一 讓你們去了解 經中告訴我們 當你們來到世間的時候 有一個因緣而生 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 來解除 這個困難 但是有的人 他們不懂 他就會輕視 輕慢 輕賤 就是輕賤 輕賤經典 輕賤經典的人 沒有人 他那罪過很重 罪過很重 沒有人 處罰他 自己的良心處罰以外 你的親人 你的主靈 和守護靈 會處罰他 在我們宣布室剛搬來 民國79年搬來 80年 蓋肌肉店的時候 要上兩前 剛好 有一位 讀美國哈佛大學的 學生 得到博士了 回來台灣 突然間 腦神經 起問題來了 起問題 人家說就造醫症 又醫症 所以 一位 善心人士 帶著他上來 找老祖 求老祖 幫忙 看這怎麼解 你送到醫院 他不去 送到這裡來 他會來 來這裡 要跟我談 我正在上糧的時候 我說 等一下 我糧上好了 我下來再跟你談 等我 上糧完畢了 他下來了 做了 一看我看 糟糕 這個是外聯戶在身上 一戶很兇 很生氣的 所以就回去了 又回去了 那一位 善心人士呢 用車子帶著他來 又帶他回去 剛好在雙東 吊橋那邊 就拳打腳踢 來 打 這位 善心人士 他原來 好不容易 懷孕 四個月了 拳打腳踢 就 流產了 那位 人士呢 女士 就叫了一部計程車 趕快 早來回來 先回事 他告訴我說 那一個 年輕人 已經跑回家了 坐車子回家了 在台中的水南 回家了 我說糟糕 就回去 問題就很大了 所以他回去了 他的媽媽 在台中 善爵士 在那邊修行拜佛 那兒子回去 喔 臉都變了 拿了 剪刀 要刺 他的媽媽 殺媽媽 他媽媽 觀世菩薩救我 一手掀開 把那個剪刀 把他頂住 剪刀掉了 掉了 他的玉琢也碎了 碎了 孩子的爸爸 從房間出來 就是說 你怎麼樣 我跟日本鬼子打仗 跟共匪打仗 也打死了好多人 我還怕你啊 那時候 他兒子呢 花標起來 又把那個剪刀 又拿起來 拿起來 又往他的爸爸身上 刺了三刀 當場倒閉 死了 造成很大新聞的火 轟動 報導 說 哈佛大學的 博士生 回來 殺死他的爸爸 究竟是孩子殺的 是誰殺的呢 不是孩子殺 就是他的官親借助 借他的兒子來殺他 那為什麼殺他 孩子的媽 一直很認真在修行 在誦經 在念經 在拜佛 他的爸爸 才不信呢 我說不信誰 所以就 他的經典 拿起來 就撕掉 丟到路透桶 已經好幾年了 日七月內 等到司機成熟 完親借助 就 依附他兒子的身上 來把他殺死了 那這到底是兒子殺呢 或是他的主靈 他的冤親債主殺了呢 這就是 清見經典的人 一定有因果月報 這個極視一律 所以希望各位同學們 你們對於經典 至於人家在修行 你一定要以讚嘆 恭敬的心 絕對不能以清視 清慢 或是來清見 來糟蹋 來侮辱 這個都不對的啦 所以 佛 就在 大凡天界 告訴我們 要來世間以前 已經 大家都有上課了 上一部 金剛經 可惜 我們大家 忘了 天上界 金剛經 佛已經告訴我們 來到世間 要學一切法 知一切法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去用在 人生的旅途啊 你就是 佛的化身 你 帶著列祖列宗一起修行 集市功德啊 祝福各位 各位 為 și 神仙神師 各位 神仙神師 經典 是聖人 所開示的 每個人 心靈的真言 有时候在天上界 有时候在人间界 有时候在地狱界 我们最幸福就在人间界 人间界就是一个体验 释迦牟尼佛他悟到之后 有地狱问他说佛陀 你为什么会来世间这么苦 你为什么要来 佛陀他的慈悲 他说我为众生都生死一大事 我而注释在世间 众生都生死而注释一大事 一大事 我而注释在世间 这句话你听了没有什么 当你有修为有修行的人 这句话你听了会感动得流泪 人家都是世间横浮 他为什么又要来 等到到最后来 81岁9981的树圆满的时候 他最后他也视线了 人生老病死 身体会生病会坏 存住坏空 这四大原则 所以人也都会死 但是你要悟到要到死的阶段 你要怎么去悟 确实不简单 死有两种死 一个是死掉烦恼 一个死掉寿生的身体 寿生的身体是灭 烦恼断 所以众生无边宿愿断 烦恼无尽宿愿断 这个是我们的各位同修们 你们来学到 就是要的如何断烦恼 曾经有一位先生 他也非常的有修为 这位先生很慈悲 有一天他来到学佛事 带着他儿子和孙子来学佛事 那时候我正在这间开智慧 为小朋友开智慧 为小朋友开智慧 整间都是小朋友 他看了很高兴 他哎呀老师啊叔啊 你这样开智慧 给学生有生信心 哦这个是很难得的 那我说谢谢你的夸奖 这是我该做的事情 这个孩子为什么智慧没有 不喜欢读书 有原因的 有的是身体 有的他的灵性轻浮不安 为什么会轻浮 有的呢 会浮躁 你看他眼眶黑黑的 那个孩子小朋友 都是鼻涕倒流 鼻子鼻涕倒流 鼻涕倒流呢 你去找医生 吃了 药 还是无效的 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毛巾肉糊 早晚肉毛巾来肉糊 肉糊十几分钟 换了两个月的肉糊 好再来呢 甜的不要吃 不吃甜的 你来肉糊 这样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我看到他的孙子 两个戴着黑眼镜 黑眼光 他就是鼻涕倒流 我说你的孙子 虾龟 黑骨啊 咸咸咸咸咸 虾龟老黑人 我说火轮的 他说是黑骨 他说黑骨 他儿子听不懂什么叫虾龟 虾子和乌龟啊 叫做虾龟啊 我说孩子第一 被这个可乐害死了 一瓶那么大 一千cc的十块钱 你喝下去很舒服 结果孩子身体搞砸了 国家的损失耶 受费的损失 所以这个孩子 你这个孙子 就是喜欢吃甜的 他对啊 那个可乐 果汁 最爱 什么事情没有吃都没有关系 只要有可乐他就好了 我说可乐不是你吃的 因为你的身体不好 你不能吃可乐 吃其他的饮料可以来替代 甜的不要吃 这都是医学常识嘛 所以这位老先生呢 他很高兴 我带着我孙子常常去看医生 看得不知道怎么办啊 我说好 我当场帮你加醋 加醋了 他头脑会清起来 这个是什么 这是王谈老祖传的庙法 为人家持 为人灌顶 家持灌顶 务必要有修法 修行 所以修行的法 我传了很多 在我们维新道乡的也都有 庙法谱传也有 你们可以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你们即使王谈老祖的化身 圣身与法身了啦 这些都是从经中的智慧而来 我没有读过什么经 没有修过什么经 我只有修过一条神经 神经啦 神经啊 神经有什么意思 神经平安 神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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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神经 我们就念佛啦 我们就念阿弥陀佛的神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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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阿弥陀佛全部都往上开 阿弥陀佛 那你有空就练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會增强你身体上的体能 跟胧压佛 interact 所以王燦老祖傳了很多的廟法給我 我也傳了很多的廟法給你們 今天我有沒有傳廟法給你們 是啥廟法 你們要把他們記住 拜託 雖然現在用不到 醫藥也用不到 再幫人救人都一樣的 尤其老祖傳了心法 心法也就是心 還有這種心 心的法 就《易經》 心法 《金剛經》 《佛經》 那這一類一外啊 《易經》 《新法》 《太極》 本來就是如意 如意 沒有分啊 所以各位同修 你真廣見聞 多聽多聞 也許我們微信電視台 我想盡辦法 把一些廟法 藉著電視台傳給社會大眾 有緣的人 你就會接上去 沒有緣的人 隨隨便便 他就很輕視 我這個廟法的時候 隨便隨便 隨遜因緣 以前 我們一位老信徒 因為我頭很大嘛 我在講 疫情風水面面關 台灣電視台的時候 這位先生來 他大頭的油在歪給人 油在歪了 但是他很喜歡聽 很奇怪 很感到他聽 但是他一人聽了一人唸 唸到有一天 他也有這個歪 剛才那段時間 台灣正在流行 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 冒充出家人 要把家裡發言 要多少萬多少萬 剛好他聽到 我在台灣電視台 當有人要發言 結果三年 你不要起惡口 惡口 是真是假 你們就可以了了分明 你第一 說好啦 你的第一 貴寶冊在哪裡 你的寺廟在哪裡 你的 你拜的主書是誰 你的廟法是什麼 你什麼時候歸一的 什麼時候出家的 還問他 全部可以答覆出來的時候 而且把地址留下來給你 把電話也留下來給你 然後你從家裡的另外電話分機器打 電話馬上打回去問 這個人是不是在有這個寶冊 德威經驗門窗 門窗權威指名德威 所以 我們這個老信徒 他就 你等一下 你是誰 我等一下 我要去拿錢 我要先去打電話 詳細問清楚 我再給你 詳細要去問 打電話 溜了走了 跑掉了 所以 後來他 過了幾天 原來那一個是金光黨 詐騙集團 他才來宣佛寺 感恩老主說 對不起啊 老師啊 你的見地 你的看法 你的讓我 這個 大大的覺悟 所以 學一經 風水 都是 一切萬華 不離心 所以 當你 碰到這個問題 你如何降伏其心啊 金剛經 所開示的 你要如何降伏其心 煩惱的心 顛倒夢想的心 如何來降伏 不安的心 怎麼降伏 就是要用智慧了啦 所以這位先生 他從此之後 他也不再罵我了 他每次來到學我室 老師啊 我今天沒罵你喔 我正要來問書喔 我沒有罵你喔 我好啊 你罵你一娘嘛 你罵到過癮我就好了 你罵到過癮我也過癮啦 所以 我們修道的人 要經奪取人家罵 經奪取人家 經奪取人家 對你的 各種批評 你從批評裡面 你可以找到真理 所以 我們除了要自我反省以外 我們要感恩啊 各位為心 賢士同修 好 我們的《易經》 的書 《風水真經》 這部經耶 《風水真經》 在民國 84年 我在林口大體育館 在林口大體育館 舉辦第一次 洋載風水學傳法大會的時候 那時候是只有第一屆的同修 一百八十個同修而已 但是要舉辦一個三萬六千眾的大會 大法會 確實不簡單 但是 我基於 要把政法推出去 若是上天 肯定 我這個政法推出去 對天下有幫助 對眾生有利的話 那你就讓我體育館 能夠滿更多的人來接法 若是上天 認為我要傳這部《風水真經》的時候 是不利於社會大眾 不利於眾生的時候 你就給我 那一天都沒有人來 沒有人來接這個法 沒有想到那一天 我們由維新聖教 我們以前 我們的檢師長 耀輝 檢師長 他的幫忙 還有我們 現在維新聖教功德基金會 秘師長 元道法師 還有元朵法師 兩位 還有檢師長 一起賣命 到台北去廣邀各界 來辦這個洪華力聲的工作 元道法師 和元朵法師 兩位 他說我這個一定要把它辦好 急功而進瀆 使而後移 能夠把老祖所傳的道 能夠普傳的話 那我的心滿意足 在一個人的心很重要 沒有私心 一直 漢字雷做道 是對大眾有益的 應該普傳 所以啊 風水真經 從民國八十四年 就開始傳下來了 風水真經 如果身體你很不好 表示說身體的風水錯了 五臟六戶都有問題 那你就開始送風水真經 拜風水真經 你好好的拜 好好的送 你就會消災化解 老祖的舊事不遲勞 當時我把風水真經 傳好了 老祖開示 我全部寫好了 秉添完畢 在彌陀講堂 開始講風水真經 一位在高雄 臨員 阿倫拉 阿倫拉 李叔 他整個身體 病得一塌糊塗 走路也寸步難行 就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靈感跑到生活室來 說他的身體 怎麼那麼不好 吃藥無效 不知道從哪裡移起 剛好我在迷頭講堂 法座上 看他跪著在門口進來 在那邊很無奈的 厭厭一喜 所以我看得很難過 他等到我講完了 我把那一本經送給他 你回去 你好好的每天要拜 你有時間拜多少算多少 但是你要練 一直要練風水真經 因為你身體的風水不好 你的經路不好 水路不好 經、旱路、血液、循環、毛細孔 就是你的風水裡面的草物 所以你要拜這部經 那好 我 姑且 我回去要好好修 他的叔父 出家叔父 也是很慈悲 要幫他忙 但是一年一段時間幫不了房 那我試看看 這個新的道 你這個道看看 所以回去了 他就拜經 開始第一一個禮拜 拜經很痛苦 念風水真經不痛苦 拜經就很舒服 見見見見見 拜到剛好過年 過年我們在現在的書信處地方 大家吃飯在中樓旁邊 都在那裡吃飯 有一位女菩薩 來提著 那個 冠真節的 麵 米粉 飯 湯 出來給大家吃 一湯一湯 我都在那裡看很開心 看到我 師父啊 你已經沒有 我 想 我不知道 你什麼名字 我這樣了 臨原的這樣了 我現在回去 現在身體都很好 我一天可以煮三百桌 我拜了這部 風水真經 念了風水真經 把我整個的身體 氣血 全部打通了 所以任何一部經 上天傳了任何一部經 都是有他的真實意啊 所以我們對任何一部經不能清見 你若是清見經典的人 結果怎麼樣呢 我們不能講壞話 但是因果敢去負責 那一個阿雷 他說 師父 這部經 有效嗎 我如果沒有效 我就收到 不不不不 一定有的 我才會轉過來 所以這個是 日內部經典 都是神 所開示的 所傳的 小說 是眾生所寫的 經典是神 佛 開示 借著修行者 身口義 來公傳的 這個經典經文的奧義 何況 金剛經的奧義 上通 食王法界 下通 無限空間的地獄 中通 所有一切眾生的心中 眾生的心 所以 希望各位 唯心賢慈同修 你們 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 有始有終 那麼 我們 到 就前回天 這疫經 風水 宗教 這個合起來 疫經風水 宗教 中間 十道天心 所以這三部經 疫經風水 尊經 和佛經 一切法 都讓我們找到天心 天心 正佛心 希望各位同修們 好好修 都多聽 爭光見聞 你們一定會 很幸福 又很快樂了啦 今天 我們 開學典禮 也已經 一個圓滿了 這一節到這裡一個段落 祝福各位 阿彌陀佛 是 好